高挑Model穿新潮礼服走上伸展台 全身上下都设计感十足 就连发型俐落又有层次 这些吸睛发型其实全都出自于同一个设计团队 依然在前几天有一些品牌是做了一些更改 这家法廊位于台北市大安区 许多名流贵妇都是常客 在圈内小有名气 也经常参加国际发型设计展 知名度高 价格不便宜 对于洗霸王头的奥凯早已经有一套防范流程 因为过去大台北地区洗霸王头案例接连发生 包括万华的染发不付钱 中和的染成举法还落跑 就连东区贵妇法郎也受害 业者口耳相传不得不加以防范 那请问我们今天有想预约哪回设计师呢 揭起电话亲切回应 因为采取预约制 要是首客回头可以第一时间找出客户需求 遇到新客人就得留下联络方式 以免洗完头人落跑 要是遇上客户身上没带钱 可能就得麻烦助理跟着对方去领钱结账 基于我们还是相信人这件事 其实会默默地观察 都连续刷了四张卡片都刷不过 协助引导怎么付款的方式上 会再做得更谨慎更确实 明明做足防弹措施 还是遇上OK洗霸王头 店家也学到教训 未来恐怕要小心谨慎 记者杨子健 徐玉洁台北报导